男人是全服第一高手 人见人怕 鬼见鬼仇 一路升级做副本 只剩最后一个灵鹫功副本 他要排占虚竹 此时虚竹正跟孟姑亲亲我我 孟姑嫌阴天太扫兴 虚竹一掌就将乌云劈开 瞬间晴空万里 虚竹的功力也算是世上无双 见有人来砸场子 他让孟姑稍等片刻 虚竹客气地问对方所来何事 男人什么也不说 脱了衣帽 竟练起了广播体操 请客间四个婢女 全被男人解决掉 虚竹剑撞 使出一招响龙十八掌 不过打偏了 没事 再来一掌 竟也被男人轻松化解 虚竹一看着不行 运用一招斗转心仪 将大石块朝男人砸去 男人一招一仰指 石块也被炸碎 然后一个瞬移将虚竹震出内伤 虚竹剑大事不妙想去救妻子 手刚牵上那一刻被男人双双冻住 此时传来系统声音 完成灵鹫功副本不过是顺带 秦展的目的只为了那个十年庆典令牌 但是这个副本里也没有命牌 打副本得不到 那就上街摆摊收购 他一来街上的人瞬间逃命 他只能找个角落独自摆摊 这时来了一个腰缠万贯的小姐姐 头顶的金字 像开了大灯 秦展最看不起这样的人民币玩家 让他去一边摆摊 然后打开自己的全幅第一大灯 反过来黄女孩 女孩生气了 要教训秦展 但是新手武器就是个垃圾 自己没日没夜刷副本都没刷到的令牌 没想到这人民币玩家竟然有 这可把秦展气坏了 说着拿出武器 女孩宇晨说令牌可以卖 但秦展必须带他升级才行 全幅第一代新手练级 心里不痛快 但只好答应 秦展先带他到郊外升级 没到三十级哪也去不了 秦展让他组上队挂机就行 话音刚落女孩 直接冲到了三十级 有大神带就是快 秦兴让宇晨先把令牌给了自己 接下来直接让他满级 宇晨开始不幸 到了少林寺才知道 他要让扫地僧直接传功帮自己升级 有了扫地僧的加持 宇晨升级也快了许多 秦展得到宇晨的十周年之约令牌 来到跟十年前跟哥们约定的地点 但十年了大家都未如约而至 只有胖姐一人赴约 胖姐说自己结婚生子了 天天在家带孩子刚好有时间玩游戏 没说几句吵着要下线 还说要给孩子喂奶了 临下线还告成秦展 秦展看着自己一手打造的天龙八部第一帮派 内心百感焦急 曾经听朝阁帮众万人高手如云 如今只剩帮主一人 他无聊到只能跟NPC聊天 秦展认为是该退出游戏了 随即打开菜单点击退出 醒来后的秦展发现自己还在游戏里 伸手要掉菜单出来 但根本不管用 再看着NPC 就像真人一样逼真 这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真的卡游戏里了 这时外面有人叫嚣 秦展带手下前去查看 原来是以白眉大侠为首的六大门派围攻了秦展 秦展一激动脚下一滑 从上面滚了下去 手下一看秦展出场姿势很帅 纷纷效仿一个个也随着滚下去 六大门派还以为是什么特别的阵法 吓得纷纷后退 秦展差点脸搓地 还好秦展机灵做了一套猛男称 才化解了尴尬 六大门派说要替乔峰段玉虚竹报仇 秦展刚想说自己没杀人 自己像是被控制了一样言不由衷 他们派出先锋战将杨二哥 杨二哥直接提枪刺向秦展 正当杨二哥耍牛逼时 接下来的几个高手 也被秦展六脉神剑扫射一番 白眉大侠觉得秦展太嚣张 打算教训教训秦展 一阵天昏地暗 白眉以为秦展领盒饭了 刚想得意 却看到秦展毫发无损地站在那里 随后秦展使出必杀技 大妈被打得全身骨折 小伙一伸手就给治好了 儿子为感谢小伙救母之恩 拿出一个馒头答谢 战乱之年一个馒头何其珍贵 秦展谢绝男孩 让他留给他娘吃 明月顿时被秦展暖化了 西夏兵对附近村庄烧杀抢夺 让村民苦不堪言 而这些村庄都是秦展的灵鹫宫属地 秦展决定要到西夏皇宫 找西夏太后算账 大魔头秦展的威名 让太后惧怕得不行 随即让官兵守好城门 秦展也是听话 一拳打烂城墙 他们绕过城门 直接从城墙进去 太后也是给吓住了 这家伙是怎么进来的 秦展一句话也不说 拿出一根金箍棒 弯成一个三角形 明月把秦展衣服脱下来 把钢弯的衣裳架挂墙上 太后耸了赶紧给秦展献殷勤 秦展让她看看 认不认得画上的武林盟主 秦展一看太后也认怂了 打算打结点财物了事 秦展发现 雨晨也穿越到了游戏里 现在还是武林盟主 心里顿时猥琐起来 她打算到开封找雨晨 不料中途餐馆吃饭时 中了星宿派丁老怪下的毒 丁老怪对自己的春秋伞吹嘘一番 说就算是大罗神仙来了 也就不了他们 然后逼着秦展交出灵鹫宫宝物大还单 秦展昏昏沉沉十分痛苦 这一吐可清醒多了 还不忘拿丁老怪衣服擦擦嘴 秦展本身也不能喝酒一喝就醉一喝就吐 显然春秋伞之毒 对秦展没有效果 秦展这才发现手下全中毒了 秦展让宝座上的黑衣人滚下来 黑衣人拳头一握 杀气十足 飞跃到秦哲面前 直指他直指自己 然后比了个心 趁秦展慌神时候赶紧溜走 丁老怪也趁机逃走 秦展逮住丁老怪手下 逼问出了丁老怪能解春秋伞之毒 剩下的还有谁 秦展得知除了薛神医再无他人 要想请薛神医出山 必须破了他的玲珑棋局 秦展一想这棋局在游戏里 已经破了几十遍 简单到报 秦展只能带着手下四人先找薛神医 半路上马还罢工了 秦展只能拉着四人赶路 不巧的是此时宇晨也要去找薛神医 快马加鞭时还见了秦展一脸泥 以秦展以前的暴脾气一定得骂街 为救手下 现在也只能打掉牙咽肚里了 直到赶到玲珑棋局 秦展才发现朝思暮想的宇晨 原来也在这里 秦展信心满满地破解玲珑棋局 这棋局在游戏里也破解了几十次 对他来说简单到报 还不忘跟宇晨打情骂靠 但白毛老头却说秦展输了 秦展气坏了 自己小时候可是班里围棋小能手 老头却耍赖 说下的根本不是围棋 而且规则也是自己定 老头耍赖秦展也没办法 接下来就得靠宇晨了 但宇晨根本就不会下围棋 假母假式地随便一放 老头却说宇晨赢了 秦展惊呆了上前一看 这他喵的不是五子棋吗 他怪老头不早说 他们如愿地请到了薛神医 宇晨想请薛神医来解 开封服百姓的春秋散之毒 丁老怪将春秋散加到茶水里 卖给百姓喝 少量服用后产生依赖性 丁老怪靠这个谋取暴力 秦展一看薛神医要帮宇晨 他只能设下老脸求宇晨 把自己的手下加进来 但薛神医却说 春秋散之毒不能解 缺一味秘方 这六阳果乃是罕见之物 生长在极寒地区 一颗六阳果能在洛阳买一套宅子 秦展越听越饿 拿出一个刚摘的果子就吃 原来这就是六阳果 这不就是超市里的牛油果吗 也不是太好吃 说着秦展拿出一袋子六阳果 这可把众人嚎住了 白眉一听秦展找到解药 赶紧去给黑衣人报信 丁老怪见自己的毒药春秋散被解 随后出了个主意 他要杀了薛神医 然后嫁祸给秦展 让宇晨跟秦展反目为仇 互相残杀 秦展抓到一个冒充自己的人 冒牌或招供 说是白眉指使他在烟花里藏毒 然后陷害说毒是秦展所放 如果六车毒烟花被燃放 那么开封府十万百姓 必将全部遇难 此时满城百姓还等着看烟花秀 烟花突然被点燃 上面写道灵鹫公祝大家节日快乐 他们竟然提前燃放烟花嫁祸秦展 毒烟马上开始扩散 无论宇晨喊破喉咙也无济于事 百姓根本不听 王爷赵四打算来应得驱赶百姓 这时却听到 秦展正想离开 却听到大火中有孩子喊救命 秦展将大火中受困的孩子救出来 孩子却不肯走 说爸爸留给自己的木剑还在里面 秦展又返回火海帮孩子取小木剑 破解毒气只能靠火 秦展一掌劈向空中 毒气瞬间爆炸起火 但也引起了大量民房被烧 毒气开始消散 武林正派却将矛头指向秦展 把释放毒气和火烧开封的罪名 全安在他身上 逼迫宇晨将秦展正法 秦展救了所有人 现在反倒被诬陷成罪人 这与白眉合意 一边是百姓和武林朋友 一边是心心念念的意中人 宇晨该怎么选 秦展不让宇晨为难 控制宇晨的剑用力刺向自己的胸口 小孩拿着木剑结求车 这孩子正是那天 秦展在大火中救出的男孩 宇晨顿时觉得秦展真好 随后把秦展放出来跟孩子相认 秦展见小孩丽儿这么小 就知道知恩图报 然后拿起地上的树枝 顺手就教令儿几套招式 令儿天资聪明很快学会 秦展随后还告诉他一些武功秘诀 让他结合招式秦家练习 宇晨继续带着秦展赶往困摩塔 一路上秦展不忘挑逗宇晨 宇晨关心他的伤势 秦展说昨晚上睡一觉伤就痊愈了 说着就要打哈欠 秦展赶紧解释自己不是故意的 表示自己肯定不会逃跑 说着躺下继续睡觉 一行人终于到了困摩塔 秦展跟明月走散了 他发现这里关押的魔头都异常虚弱 忽然他们吓得都赶紧躲了起来 原来是凶狠的手塔人来了 秦展说不用劳烦他们 他知道自己住哪间屋 还说自己住几天就出去了 隔壁房间的刀疤脸还贴心地警告秦展 来到这里就一辈子出不去 这里几百年就没有活着出去的 说着墙上铁链摇晃起来 刀疤脸立马双手触摸大石头 他的内力就被石头吸了进去 这些人被吸后都瘫坐在地上 刀疤脸告诉秦展要想活命 那就献出自己的内力让他们吸 手塔人问秦展为什么不献内力 秦展伸手就是一巴掌 然后使用内力将两个手下动成兵棍 秦展扇出去的巴掌 都反射到牢里的人身上 秦展伸手掐住手塔人的脖子 逼他交出明月 手塔人却冷笑一声 此时的明月 却无缘无故地也被掐住脖子举了起来 秦展立马意识到这沙马特的厉害 明月通过河里传音联系到秦展 还把其他队员拉进了群辽 连小王爷赵四也给拉了进来 秦展得知自从他被关进困摩塔 整个武林变天了 萧奈何火同辽国 让十名面具人血洗中原武林 然后嫁祸给宇晨 宇晨成了人人唾弃的辽国奸细 不久将要被斩首示众 而唯一知道 萧奈何真实身份的白眉大侠 也被萧奈何灭了口 而唯一能证明 宇晨清白的丐帮徐帮主 也被打成重伤 幸好被喵三和清雪相救 不然真成了死无对证 秦展听后非常气愤 安排好众人的任务 他决定现在开始越狱 他把沙马特召唤来 让他老老实实交出钥匙 沙马特进来了就别想出去 秦展使出内力用铁管把沙马特困住 他成功地拿到了宝塔钥匙 秦展告诉刀疤脸楼上有美女 刀疤脸表示 要跟秦展找美女们切磋切磋 临走不忘给沙马特一脚 秦展来到上层找到明月 刀疤脸只见到两个妹子有些失望 一扭头才发现这里果然美女如云 他们顺利拿到最后一层的钥匙 只要闯过这一关就能推掉敌方水晶 冲出困魔塔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终极boss 老和尚的头顶像高压锅一样向外排气 还能将全身内力凝结到一起 犹如万千利刃刺向秦展 这功夫相当了得 但那也不如秦展的左轮手枪 老和尚觉得下手太轻 让秦展下重手 秦展双枪齐发 老和尚毫发未损 还要再猛烈些 秦展使出冲天炮 迸发出无穷力量 老和尚依旧屁事没有 而自己的打出的内力 却被老和尚全部吸收 眼看雨晨就要被处决 如果不解决掉他 秦展连就雨晨的机会都没有了 秦展突然发现 老和尚每次发弓时都会拍拍头顶 而这时头顶的戒巴会喷出气体 联想到地下吸收魔头们的内力 全部聚集到此 秦展顿时明白 老和尚吸收秦展的强大内力超标了 需要不断释放才行 秦展赌上最后一把 他用强大内力吸引老和尚 明月则绕到老和尚旁边 掏出珍藏多年的狗屁膏药 狠狠拍在老和尚头顶 怕粘不牢又拍三下 老和尚体内的内力没地方排放 越积越多 瞬间把自己撑爆了 秦展终于推了对方水晶 此地不宜久留 他必须赶紧去救宇晨 秦展 灵鹫宫的手下们早早地赶到罚场救宇晨 萧奈何则鼓动武林正派对抗灵鹫宫 丁老怪怕生事端 先用春秋伞将中门派迷倒 然后请出丐帮徐帮主为宇晨证明 萧奈何见奸计败露也不用再隐瞒 他再次搬出蒙面壮汉 灵鹫宫众人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 瞬间被打倒在地 眼看舒尔要没命 秦展瞬间从天而降气场拉满 萧奈何充满信心的指挥蒙面人 干掉秦展 秦展一掌将他们震碎 然后将宇晨解救下来 宇晨拿剑要杀了萧奈何 将要刺上时却被千代的剑阻挡了 萧奈何瞅准时机掏出匕首刺向宇晨 秦展为保护宇晨一掌打在千代身上 萧奈何跪地求秦展将大环丹拿出来救千代 想要一命换一命 宇晨被千代以死护主的精神感动 让秦展救救他 秦展说送你的项链玉坠就是大环丹 宇晨将大环丹给千代服用 可没想到趁没有旁人时 萧奈何拿出刀子 将大环丹从千代体内挖出来 秦展专门把家安在宇晨盟主府对面 还取名叫盟主男人府 把同样暗恋宇晨的赵四气得不轻 赵四仗着自己王爷身份 弄了个大阵仗向秦展示威 此时空中飘来五个字 武林高手表白的方式都不一样 恰巧宇晨带着犯人回来 两个男人相视不语 然后迅速跑向宇晨 两个情敌互相向宇晨争宠 宇晨看到秦展的牌匾心中也是窃喜 秦展趁热打铁写了三个字表白 突然又觉得太俗套 索性又改成七夕晚上约会 秦展买了一块荒凉的土地 打算七夕前给宇晨弄个惊喜 他发动手下撞劳力 让戈壁变疆难 把这弄成了人间仙境 谁知宇晨提前来视察 秦展害羞地递给宇晨小纸条 宇晨也将自己的情书转交给秦展 转眼到了七夕 秦展幻想着今晚跟宇晨的浪漫之约 自己一手打造的美景 一定能感动宇晨 而宇晨也打扮得楚楚动人 打算去赴约 谁知赵四借皇上的名义 让宇晨到王府赏灯 赵四要跟宇晨一起放孔明灯 宇晨只好随便应付应付 谁知一抬头惊讶了 夜空中满是孔明灯 宛如繁星点点 赵四以为宇晨感动了 自己今天是十拿九稳了 秦展看到赵四的套路气得牙痒痒 赵四还要邀请宇晨做热气球上天玩 宇晨心里一百个不愿意 耐不住赵四软磨硬泡只能答应 宇晨不知道怎么拒绝赵四 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赵四找准时机向宇晨表白 宇晨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是说开了对谁也好 于是直接拒绝赵四 赵四还想表露心机 但宇晨一刻也待不下去直接飞走了 被放鸽子的秦展只能独自喝着闷酒 自己没白天没黑夜给宇晨准备礼物 到头来宇晨还是跟赵四好了 看到突然出现的宇晨 秦展以为是自己喝多了 宇晨看着秦展为自己打造的满山花海 甚是满意 只有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才开心 秦展鼓足勇气拿出写好的那三个字 俩人还是在一起了 成亲之日很快来临 不过是秦展到插门给宇晨 武林第一高手 竟然到插门嫁给武林盟主 一路上村民指手画脚 笑话他大男人到插门没出息 他瞬间发飙不乐意了 揭开红盖头 使用内力把村民吓得连忙后退 秦展还是不服气 跟村民大吵起来 宇晨狠狠瞪他一眼 立马嬉皮笑脸地成了小媳妇 然后继续顶上红盖头 他被丁老怪搀扶着 乖乖地坐上了大花轿 紧接着鞭炮齐鸣 宇晨则像的新郎一样骑着马 带着街青队伍在前面带路 随后他们来到望穿花海 那个当初约定的地方 他们在这里举办婚礼 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原来是游戏里秦展的死对头孝天真 他也穿越来了 孝天真假装说给新娘子准备了小礼物 在身上摸出了一个精致的盒子 在他打开的一瞬间发出耀眼的光芒 下一秒等秦展回过神来 就发现宇晨和孝天真都不见了 秦展急忙赶来 发现宇晨被吊在悬崖边 秦展让孝天真赶快放了宇晨 不料孝天真根本不甩他 在他眼里只要打败秦展 其他人如同蝼蚁死不足惜 他从现实追到游戏里 就是为了打败秦展 他要做天下第一的宝座 随后宇晨突然吐了一口鲜血 宇晨被点了36处死穴 两分钟后就会泣血倒流而死 秦展将宇晨救下来 立马给他运功疗伤 没想到孝天真居然趁机偷袭他们 秦展只能一只手对抗他 此时宇晨醒过来 他让秦展快点走 要不然他们会一起死在这里 可秦展根本不听 自己刚结婚就要和妻子阴阳相隔 换谁也接受不了 秦展施展全部内力 还差一点就能打通宇晨经络 最后关头 孝天真又来偷袭了秦展 秦展把宇晨推开 接住他的一掌 此时秦展经脉全断 武功尽肺 他吐了最后一口血 终于撑不住了 孝天真又想继续偷袭 不料却被宇晨一箭刺中 孝天真怒吼一声 把他们俩一起甩到了悬崖边 宇晨用全身力气紧紧抓着秦展不放 他拉着秦展坚持了很久 最终力气慢慢耗尽松开了手 宇晨也晕了过去了 秦展跌落悬崖 受伤的明月赶来看到秦展掉落悬崖 立马也跟着跳了下去 醒来后宇晨在悬崖下找秦展 突然发现岸边有个红丝带 这是秦展婚服上的 他高兴地认为秦展还活着 但宇晨找了两个月也没有找到他 有人说在牛家村发现秦展的踪迹 宇晨激动坏了 立马要去找他 没想到却被孝天真控制的舒尔踢了一脚 宇晨再次被孝天真控制住了 而秦展因为伤势过重 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醒来后发现自己的手没有力气了 全身经脉爆裂 秦展被玲珑齐菊的白毛所救 白毛告诉秦展他的功力尽失 经脉断裂必须锻炼个三年五载的 也许还能站起来 秦展哪等得了那么久 他一遍一遍地尝试用力锻炼 但都失败了但他没有放弃 几日后一帮辽兵竟然找上门 明月拿出一定银子想打发他们走 不料一个辽兵见明月有些姿色 想要色迷迷地开开游 被明月反手就是一掌 辽兵没来得及还手 又被明月狠踢了一脚 一不留神明月被人从背后打晕 此时秦展冲出来要救明月 但喝得大醉走路多费劲 没想到一拳头就被辽兵打趴下了 他想起身又被辽兵踩在地上动弹不得 灵儿看到这一幕 着急地出来迎战 他上来就是一脚 辽兵摔出鸡米远 然后几个连环踢 把另一个人又踹飞好几米 接下来灵儿使出来的一套剑法 几下就把辽兵打得满地找牙 秦展认出这是他传给灵儿的独孤剑法 想不到灵儿有如此天分 但辽兵头领吃了一粒大粒丸 功力瞬间涨了十倍 灵儿的剑被他一把抓住 随手就给掰折了 他又把灵儿举起来狠狠地摔在地上 秦展起身想去救令 他突然想到 独孤剑法的招式是借力打力 就算没有内力也可以 随后拿起扫帚喝了一口酒 扫帚被他耍得招招到肉 就算是辽兵一起群殴也不是对手 扫帚终究是扫帚没有一点杀伤力 趁秦展不备 辽兵一脚把秦展踹进屋 秦展问白毛有没有厉害的兵器 白毛从屋里拿出镇宅宝刀 这宝刀很是衬手 秦展像换了个人 宝刀配上独孤剑法也真是所向披靡 秦展的刀法无影无踪 没几下辽兵头领被砍得全身伤痕累累 剩下的辽兵赶紧竖窜逃命 秦展伤势也好 想跟白毛拜别令告诉他 宇晨盟主还活着 他现在应该在开封府帮宋军打辽兵 秦展瞬间激动得不知所措 一个七尺大汉想要挑战整个大宋 那很巴巴的气势 连赵四的四大高手都想把他揍一顿 四大高手独门暗器被大汉甩手化解 还将四人打趴在地 小王爷赵四也不是吃素的 一招弹指神通犹如子弹射向大汉 连人带刀一枪毙命 孝天真更是狂到眉边 想一人干掉大宋宇晨虽使出浑身解数 但依旧无济于事 孝天真实在太厉害 孝天真又搬出大辽猛士 只见大辽猛士在孝天真面前崛起大定 孝天真几下助跑 三脚临门抽射 这气势绝对碾压慢队 眼见即将攻门 宇晨跳起一剑将三名猛士化为虚无 这也惹怒了孝天真 飞过去一掌将宇晨推了几十米远 秦斩让宇晨先离开这里 今天他要跟孝天真决一死战 他慢慢地拿起宝刀 孝天真话都没说完 就被秦斩的气势压制住 而且刀法快如闪电 孝天真也不是对手 虽然秦斩内力全尸 但他在独孤九剑的基础上 练成了独孤九刀 但是光靠使刀也打不过孝天真 这时清雪请出一个神秘嘉宾 这位正是困魔塔里 能够吸取别人内力的沙马特 沙马特的一出场就是场控 气质拿捏得死死的 当然沙马特最拿手的一招就是 乾坤大挪移 一看管用 清雪就朝着沙马特连驳扇 孝天真那边也被删得亲妈都不认得 旁人想笑又不好意思笑出声 清雪还邀请宇晨也来删两下 但宇晨却不按套路来 这下说真的看着都疼 可是孝天真又顽强地支冷了起来 他们将内力源源不断地传给秦斩 孝天真甩出的飞镖 也被秦斩全部挡住 孝天真的内力太强 其他人内力全部耗尽 只剩宇晨一人硬撑 孝天真最后使出杀手锏 乌云里出现一个巨大的宝刀 他要把整个开封城劈开 秦斩也使出一招狂龙之势 奈何内力太小 招出来一条小龙 孝天真差点笑喷 说着大宝刀从天而降 劈向开封城 危难之时 所有城内高手还有城内百姓 一起向秦斩输送内力 真是人多力量大 瞬间秦斩内力大增 小龙也变成巨龙 一口就将大宝刀咬碎 当然了 结局也是撒狗粮就不给你们撒了 在大家焦头烂额为金钱和地位拼搏时 秦斩投入了另一个领域 这次他又穿越了 在熟悉而又陌生的领域中 充满了未知和挑战 又是一次重新开始的 可以改变世界的机会 以为可以过平淡的一生 可有一天 又有许多的游戏出现了 或者说又有的完了 隔了这么久 秦斩一入场 就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秦斩和宇晨过着家家般的甜蜜生活 失去魔王的斗志 这位老者想要做说客 让魔王再次崛起 这位老者故意摔倒 套路秦斩 可是结果 老者又挑衅秦斩 菜市场砸人家摊子 渣渣灰主动自建出战 保卫萝卜要去抢头弓 保卫萝卜想秦斩看到萝卜一定会吃了他 然后就会中毒 可是结果呢 秦斩压根就没看见他 渣渣灰进穿越研究院去找宇晨 却不知已经踏上了贼船 渣渣灰看见宇晨 不顾后边的人阻拦就要上去打宇晨 宇晨看见渣渣灰 还以为他是测试员 秦斩去给宇晨送饭 路上捡到渣渣灰的盔甲 送给清雪的开业典礼了 谷哥带着手下正好来到清雪店门前 看到渣渣灰的盔甲 想起了过往 谷哥为渣渣灰报仇 清雪打不过 危机时刻 笑天真传北明神功口诀给清雪 这回打架完命毫无征兆 这次恐怕谷哥要领盒饭了 院子里的铁架子 宇晨看着像研究院里的架子 正询问秦斩时就开启了土情话模式 叮叮听到这么土的土情话 浑身哆嗦 谷哥手下回去复命 渣渣灰和谷哥都已丧命 清雪去找秦斩比武 秦斩一心织毛衣 没空与清雪比武 还调侃他 清雪气得要与秦斩打赌 赢了叫他师父 输了就赔师父织毛衣 却被秦斩一招拿下 清雪把打架的事告诉秦斩 秦斩嘱咐清雪不让他跟孝天真雪 有事问师父 宇晨一见到生肉骨头就要啃 秦斩极力阻止 宇晨就要伸手去夺 看见秦斩就要去啃 这是怎么回事呢 最后宇晨清醒就抱着秦斩哭了 梦见孩子是个怪物 还把他们两个给吃了 这个牛鼻子老道又在蛊惑秦斩 这样的话你信吗 秦斩还是听了那个牛鼻子老道的话 要与宇晨嫁离婚了 早上起床面带微笑的宇晨本来很高兴 在喝水的时候 看见桌子上的一封信 宇晨打开 竟然是修书 宇晨在叮叮口中 知道自己吃生肉骨头的事 现在正常了 知道秦斩是为了他们母子 就不与秦斩生气修书的事 这些坏人通过宇晨肚子上的符咒 改变了胎儿容貌 好让秦斩认为孩子不是他的 来完成魔王苏醒计划 经过商议 刁牙男很自信地要让秦斩通过梦境 能够预示未来发生的是 刁牙男开启了秦斩预知未来的能力 秦斩通过梦境梦见府那一片狼藉 他们谁会赢呢 刁牙男的阴谋会得逞吗 看 清雪看孝天真打秦斩的眼神 是不是不对 这个人是清雪吗 秦斩竟然会被孝天真打 当孝天真困住秦斩看向清雪的那一刻 清雪竟然变成了刁牙男 让这个怪物给算计了 孝天真不惜伤了手 给清雪解开捆仙绳 救了清雪 这回这个刁牙男要领盒饭了 死都不说自己是谁 还魔道永存 清雪用北冥神功 瞬间把獠牙男变成了晶体 总算搞定这个獠牙男了 孝天真要清雪算他头等功 要清一口 清雪觉得最近的是很奇怪 要去告诉师父 乔帮主和老王在盟主府门口 给孩子送礼物时 开始八卦 听说盟主生的孩子不像他 明月插话觉得这个孩子咋也得像我啊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小帮主会是什么感觉呢 看把大家吓得 明月觉得他很可爱 乔帮主夸秦斩威猛无比啊 这老王很惊讶地问秦斩 这是你儿子 爸爸老王听到眼珠子都快掉起来了 赶紧应声让秦斩给兑回去了 孩子刚学会说话 岂能乱认 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见过生出这样的孩子吗 秦斩调侃宇晨对他的基因可满意了 谁想生还不一定能生得出来呢 接下来就是送礼物环节 恐怕这礼物对这个孩子不适用吧 饿了的旺仔就变成了布娃娃了 丁丁看到这个样子以为他死了 很伤心 敖拜众人通过幻境随时观察着战况 李静等人这帮废材出了搞笑 根本就没有什么能力 被宇晨追得逃跑 李静举着剑对着宇晨放下来 妖女看见 宇晨赶紧跪拜 追了一路 敖拜看着不行 让赶紧去接应 宇晨被景天偷袭 进入了仙剑三的世界 小宝看着宇晨消失 时光老人也看着宇晨消失 看这位帅气的大侠是谁呢 敖拜花重金请这位大侠 将宇晨困于他的游戏世界当中 并邀请大侠进入反派联盟 还帮助大侠成为所有游戏的首富 伤心地看着旺仔 清雪去找秦斩 孝天真看着家里狼藉的样子很惊讶 在秦斩郁闷不已的时候 清雪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秦斩 说宇晨可能就是被他们带走的 秦斩立马燃起了斗志 要去找到这些人 关键时刻还的看孝天歌呀 孝天真就拿起传颂识给秦斩看 那些人可能就通过这个来到了这里 那么这又是什么东西呢 宇晨进入了仙剑三的世界 进入一个府内 看见一个男子背影 宇晨盟主终于见到你了 时光老人在那念经 曾经的屈辱都将成为过去 魔王斗志苏醒吧 说宇晨是妖女 上一秒很自信 下一秒就被秦斩打脸了 敢说宇晨是妖女 这回时光老人要遭殃了 时光老人赶紧用时光发条 让时间停下来 那一刻确实停了 可下一秒呢 被打飞了 在座的吃瓜群众看到魔王强大的气场 都被惊住了 众人不敢惹秦斩 敖拜还很淡定 坐在宝座上一动不动 沙僧和贾宝玉都被吓得往后倒 景天要与宇晨打赌 在两个时辰以内 挣到十万两银子 才可以回家 若是输了就要给他打工一辈子 宇晨撒娇很想给他打工 可是老公孩子还在外边 一个小女子无依无靠 让给便宜点 一万两 你们能在两个时辰 挣那么多的银两吗 秦斩他们进入了仙剑三的游戏中 却进入的地牢 材质和困魔塔的一样 出不去 又被困到里边了 为捞秦斩他们 宇晨和景天玩起了大富翁游戏 谁先赚一个亿就算谁赢 两人分别开店入手 大富翁游戏 是在现实的环境下模拟生产的 笑天真 放出来得知宇晨和景天在比赛 去了宇晨开的酒楼之中 想当年 汪仔吸收了宇晨赢景天的钱 醒了过来 秦斩快吓死了 从汪仔口中才知道 原来汪仔之前是饿了才睡着的 只有未足够的宝物才能醒来 他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景天愿赌服输 既然赢了 就让他们离开仙剑三 不要再回来了 秦斩觉得景天 他们或许知道穿越的线索 就把他们一块带了回去 押在审讯室让徐帮主去审他俩 谁知道徐帮主被金钱给收买了 秦斩和宇晨进了审讯室 在研究石头 之前笑天真的石头上有奇怪的文字 但这个就没有 这是为什么呢 若不提前知道石头的秘密 还是出不去 看这一幕 丁丁给花银卫逍遥三消散 种此毒的人大笑三声 结果花银就打了个阁 花银是无毒兽 百毒不清 这样的审讯也是没谁了 丁丁滚了 景天和花银笑得不行 宇晨知道景天爱财如命 从包裹中拿出一个酒杯就摔 景天心疼宝物 就把知道的一切都说了出来 景天告诉宇晨跟秦斩 有一个世界包罗万象 通过这个石头 就可以到任何世界中去 徐帮主把丐帮绝学打狗棒传给汪仔 可当徐帮主把打狗棒交给汪仔时 打狗棒却追着汪仔一顿暴打 徐帮主看着汪仔被打狗是纳闷 丁丁看到赶紧过去阻止 秦斩知道徐帮主和丁丁框骗后 回头再找他俩算账 丁丁和徐帮主用江湖把戏哄孩子 说孩子练成了绝世神功 为了不让汪仔哭 秦斩也只能配合演戏逗孩子开心 丁丁和徐帮主看见秦斩被汪仔击倒 连忙夸赞汪仔好厉害啊 知道景天和花银被抓后 李静主动请命 带着四大名将前去营救景天 汪仔出去玩浑身脏兮兮的回来了 哭得梨花带雨的 原来汪仔遭林家小孩戏弄 无意间爆发一股微弱的电流 将林家小孩给垫伤了 孩子们的父母找上门来让秦斩赔钱 列出了一大堆条款 上门耽误时间务工费也要赔 秦斩觉得他们是在故意碰瓷 说不过他们 表面仍让主动跟家长们握手拥抱 暗中使劲下跑家长们 见过这样来打仗的四大名将吗 武力值实在太弱了 羽晨看着他们 就觉得他们是来当炮灰的 派他们过来就没打算让他们活着回去 他们还不服气 还觉得兄弟四人在联盟当中是相当当的高手 秦斩指着这贾宝玉 很嫌弃地说这个病秧子也算高手 贾宝玉害羞地依在李靖身上 秦斩和雨晨准备去异世界区冒险 汪仔怕不带他就变成了挂剑 秦斩叫他好几次就是叫不醒他 秦斩与晨进入商城 土豪就是不一样 购买神奇道具天使之意 并把商城里的东西都买了 又是一波甜蜜的洒狗粮 汪仔看到泡泡冰的大炮 眼睛闪了 秦斩拿着枪比划着开枪的姿势 小夕在街上购买道具 看见秦斩与晨他们赶紧躲了起来 小夕赶紧去给敖拜报信 敖拜派黑白无常 不管秦做什么 都要去阻止 清雪就是这样让笑天真给叫坏的 不管来的人是什么 都要变成晶体吃了那个人 太可怕了 他们在商业城购买了个门面房 起名为哈哈乐娱乐城 白枣恭喜二位加入商业空间 并成功领取上边任务 完成任务就可以领取丰厚的奖励 秦斩与晨他们看见气铃好美啊 很激动就进去了 走进桥边 看见一个戴帽子的男人坐在桥中间 戴斗笠的男人 瞬间把周围的黑衣人给秒了 秦斩说他一出来装逼就挂了 秦斩 告诉戴斗笠的男人一装逼立马就挂了 黑无常夸少侠真是好功夫 戴斗笠的男人说玄名叫黑白无常 向来都是形影不离 黑无常现身 白无常何必躲躲藏藏呢 再说之时就被白无常给杀了 他们进了一家气铃店给旺仔找吃的 注意看汪仔开始吃宝物了 瞬间移动的宝物让汪仔给吃了 秦斩有意遮挡 长得像丁丁的管事的扫雷也没留意 又接着给雨晨介绍另一件宝物 秦斩急着跟旺仔谈话 不让乱吃 赔不起的 管事看了秦斩 秦斩立马恢复原状 伸出双臂和身体遮挡 被汪仔吃的宝物 管事过去拉开秦斩 看见宝物没了 汪仔跟在秦斩身后 看见另外一件宝物又给吃了 雨晨看到宝物消失很惊讶 管事的又去看另外一件宝物 雨晨赶紧去遮挡 见过这样吃宝物的娃娃吗 汪仔吃饱了还在打嗝 管事的看见屋里 一个个宝物都没了 秦斩还在嘱咐汪仔不要吃了丢停 管事的指着他们架起一个大炮 秦斩和雨晨吓得不行 刚跑出来就被白澡警告 商业空间不能打斗 秦斩主动认错 雨晨询问汪仔吃饱了没食 突然看见汪仔瞬间一动 很惊讶 看后边白澡的眼神 一直盯着汪仔看 之后就是他绑架汪仔 卖给了问道 秦斩看见汪仔在那挂着很激动 裁判还没宣布开始 秦斩就上去进行比赛 先试探老者 切眉心一刀 老者拿起刀就恢复原状了 当秦开始对打时 却被老者传送了出去 大家都拍手叫好 王思图才介绍这位老者 是陆顶记的游戏传送者 不听介绍就上台的后果吧 秦被传送到星天龙的世界中 吓叮叮一跳 离开擂台十秒就失去比赛资格 雨晨拽秦一根头发 准备与傀儡王对打 雨晨抱傀儡王的八卦 就连裁判都觉得雨晨知道 比他们还多 诸葛先生八卦这两人关系不一般 溃仙王的专属技能是灵魂吞噬 雨晨是如何知道的呢 原来雨晨看了很多回游戏攻略 雨晨用满机不惧怕任何魔法攻击 长得像秦斩的傀儡娃娃打溃王 打得躲在屏障里不出来 长得像丁丁的下裁判 觉得他是在等一个机会 等傀儡娃娃时间用完 却不知道雨晨拿了雷灵珠给他劈开了 雨晨以为自己赢时 却被傀儡王背后捅了一刀 雨晨是不是死了呢 秦斩很着急 看到地上是什么呢 原来是替身娃娃 雨晨又活过来了 秦斩从朝阳哥那拿下来东西 取下来一看 是最后一个任务 建立至少十个游戏世界的商业帝国 新变开业 没什么生意 汪仔在问道 世界一鸣惊人 大家都把他当神物 到时候肯定能吸引一大批人 在笑天真的主持下 因为有汪仔代言 生意非常好 秦斩和雨晨健壮 觉得非常满意 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回家了 就放心地回到星天龙世界里去了 雨晨担心汪仔在笑天真的安全 秦斩觉得汪仔在那玩得挺开心的 宝卫萝卜还在秦斩家的花池里种着 笑哈哈娱乐城和十万的冷笑话 正式签约建交 傀儡王代表师道找他们谈建交的事 汪仔被敖拜抓到反派联盟 黑无常看着衣服不好看 给汪仔换了件新的衣服 汪仔被这样的场面给吓住了 装作没电的样子 敖拜也少女心爆棚 不让汪仔害怕 大家都很喜欢他 汪仔就恢复原状 敖拜专门给汪仔定制的菜单 爸爸不让汪仔乱吃东西 敖拜建议如果做干店 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就不算乱吃东西了 后边汪仔一下子就多出了好多点 汪仔在反派联盟吃了一大堆道具 饱饱地回家 到家丁丁就问少公主 怎么这么晚才回家 是不是饿了 丁丁想带汪仔去洗脸 在秦斩询问汪仔的时候 丁丁想替汪仔辩解 被秦斩阻止 雨晨又帮汪仔说话 汪仔一说谎 就被秦斩看穿很生气 雨晨和丁丁都在替汪仔说话 通过语音输入法 汪仔承认自己错了 雨晨告诉汪仔爸爸妈妈 不让他乱吃东西 是怕控制不住自己的能力 并非有意训斥他 清雪黑化 吃了傀儡王的晶体 武力大增 将孝天真打翻 性情大变 孝天真吓得说话都不利索了 要和孝天真去完成十万个晶体 寒一躲在围帐后面都被看到了 汪仔一股波音枪 雨晨以为他又吃什么东西了 雨晨也并没觉得奇怪 丁丁看到汪仔这样练功 他很高兴 清雪来到白发老人的地方 这位白发老人就是姜子牙 这样黑化的清雪是谁呢 连孝天真也不知道吗 与人家无冤无仇 清雪就要杀了人家 这位白发老人要领盒饭 清雪把帮秦斩完成任务的奖励给了秦斩 秦斩处碰下清雪的肩膀 手上留下巨大伤口 想起以前玩游戏时 秦斩只顾着练剑 没时间关心小徒弟的往事 汪仔大早上 趁机去反派联盟找干爹干娘们玩 原来早上在练功的是分身娃娃 小宝听到觉得汪仔太狡猾了 颇有魔王的风范 秦斩和雨晨发现汪仔是假的 就到反派联盟基地去找汪仔 敖拜演戏阻拦被打连肿 也要拦着不让去 到传送门口一脚给踢了进去 脸上都是血印 下边的小啰啰都在夸首领厉害 秦斩和雨晨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中 这是什么地方呢 全都是布景板 还是得赶紧找到出去的办法啊 他们在寻找出口 惨了惨了 这个地方奇奇怪怪的 好像没有出口一样 敖拜他们给汪仔过满月生日 汪仔许愿希望爸爸不要凶他 所有人像妈妈一样喜欢他 清雪进反派联盟基地 连修门的都不放过 变成了晶体 敖拜等人都去给汪仔过生日 反派联盟找了一圈也没有人 清雪借机会 就在反派联盟基地收集大量晶体 看似很漂亮 可是却是每个人的晶体变化而成 秦斩和雨晨还在找出口 一个个闪闪发光的晶体都被清雪吸收 这个还是清雪吗 你们还认得出来吗 清雪被敖拜抓住 就在敖拜对清雪下手时 一张明信片砸到敖拜脸上 是谁呢 秦斩写着明信片 雨晨接着投进信箱里 雨晨接着写 都砸到敖拜脸上 敖拜受不了 准备对清雪动手时 汪仔醒了 看到这一幕大喊着要找妈妈 敖拜劝汪仔时 一股强大的力量诞生了 屋内的灯全都亮了 原来汪仔可以联网的 汪仔又恢复了挂件 秦斩捡起了汪仔 从山寨版的游戏里出来 就出了清雪 与敖拜打了起来 敖拜解释没想要伤害汪仔 那你是想伤害我的徒弟是吗 清雪已经不是秦斩的徒弟了 敖拜把秦斩雨晨拦到屏障中 对清雪下手时 笑天真去解开秦斩雨晨蓝色屏障 秦斩赶紧去阻止敖拜对清雪下手 雨晨也阻止 笑天真去就清雪准备走时 敖拜一刀砍下去 秦斩阻拦 敖拜又向清雪砍去 秦斩用刀挡住 清雪趁机打开传送门 传送门打开 准备走时 敖拜用寒冰向清雪和笑天真打去 笑天真推开清雪 自己的屁股被寒冰击中 秦斩准备一刀砍下敖拜时 敖拜认输 敖拜说出真相 原来他也是玩家 来自未来世界 秦斩雨晨很惊讶 就开始试探敖拜 经过测试 敖拜还真是来自现实世界 秦斩看敖拜的造型 应该是从陆顶记 穿越过来的都是畅游游戏 现在你们相信了吧 你们觉得呢 秦斩问敖拜 要帮为什么不扮演为小宝呢 敖拜对于这个问题考虑很久了 不过看到秦斩和雨晨之后就明白了 什么答案呢 应该是在穿越之前 杀死了最后一个NPC 在各自的游戏世界里 代替了他们的身份 怪不得秦斩感觉到自己的性格气质 地位和武功跟他挺像的 你们觉得秦斩像段玉吗 敖拜也夸赞自己 也很喜欢敖拜这个人物的 敖拜说雨晨想必代替了雨妈姑娘 一阵夸赞 怪不得貌美如花冰青欲结 秦斩的眼睛都亮了 秦斩回忆起以前的清雪 刚认识清雪时只有15级 清雪还很喜欢商业空间 拿着石头就可以连接传送口 还随身自带任务单 还有另外一个特别AI 也就是主宰分身 可以完成玩家无法拒绝的身份 这正是AI的诡计所在 敖拜召唤世界的最强者 虽然清雪可以轻松捏碎他们的身体 但敖拜还是一样 想指尖便可再生新的战士 无休止的战斗 再一点点的耗费清雪的精力 清雪体力耗尽 被抓到困魔塔里 秦斩过去看他 告诉清雪要恨就恨师父吧 不要怪其他人 用药膏给清雪的伤口涂药 秦斩还是上当了 清雪撒娇叫师父 秦斩准备走 又被叫住 秦斩心软 把身上的内力输进石头上去陪着清雪 保护清雪 清雪和秦斩与汪仔告别 嘱咐汪仔要听妈妈的话 可是还是忍不住 秦斩劝汪仔别哭 在这段时间里边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爸爸回来的时候 可要去考验你的武功哦 不准哭了 丁丁看到也哭了起来 秦斩前脚刚踏进现实事件 伴坐小兵的清雪 对敖拜一拳穿破胸口 身边的小兵瞬间被秒 清雪变成了自己的样子主宰 汪仔问清雪姐姐你在干嘛 丁丁也问清雪你在做什么 听见声音的秦斩和雨晨又回去了 汪仔危险 雨晨在穿越隧道里 想出来使不上镜 秦斩让扔下她她回去 雨晨担心秦斩的安危 看到时光隧道的 另一个口是安全的 就把秦斩扔到了 那个口中去了 这个乌七麻黑的黑气是AI 也是主宰 清雪拿着汪仔去复命 清雪求主宰复活笑天真 清雪只是主宰的分身之一 没资格跟她谈条件 清雪以汪仔超凡能量 要挟主宰 同意给她三天时间 复活笑天真 三天后她的身体 就归主宰所有 李晶带着太乙真人 去反派联盟 太乙真人有办法就笑天真 一顿拍马屁之后 拿出自己的名片 请清雪笑纳 清雪看到名片 太乙真人这样介绍自己 让清雪很激动 太乙真人用复活哪吒的方法 复活笑天真 手掌般脸偶大小的笑天真 大家看着这样的笑天真 觉得奇怪不 秦斩从半空中 掉在了草垛上 秦斩后悔自己当初耍帅 现在一点功夫都没有 根本就没能力救出汪仔 在这个地方幻想自己有奇遇 能遇到世外高人 秦斩遇见地主 地主哭泣 秦斩要离开 人们早都把我们忘了 就你秦老弟记得我 这个村叫一望游戏之村 要想回去 就必须打赢他们 秦斩才可以出去 不要小看这两个小孩 一个是中国象棋 一个是国际象棋 秦斩玩象棋水平实在是太菜了 被小朋友嫌弃 就连地主看着都嫌弃的不行 秦斩最擅长的就是打地鼠 可是看到这一幕 这打地鼠的速度被惊到了吧 这是不是地主联合他们 一块在骗秦斩欢乐斗 秦斩就这样把自己给卖了 与地主签订契约 换了一百个欢乐斗 地主拿了契约很高兴 丁丁明月他们骗清雪 将内里输入困魔塔中的石头里 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重新建立新的角色 看着笑天真真有一副王子像 总是一脸坏笑 给人一股玩世不恭的感觉 晴斩晚上坐在河边 回忆起过去的点点滴滴 想想当初玩游戏的初心 在困魔塔中 笑天真的角色终于建立成功 丁丁准备咬蛇自尽 被清雪阻止 威胁汪仔就剩这个爹爹了 赶紧出来吧 汪仔看到很着急 身边的小伙伴阻止汪仔过去 明月也阻止汪仔过去 秦斩与地主下围棋 赢了地主 请仔细阅读以上内容以后 做出选择 第八套广播体操成宝藏 秦斩点接受 点了半天怎么没反应呢 秦斩问村长他没反应怎么办 该不会现在还和我 玩反套路的事情吧 汪仔乖乖听妈妈的话 给妈妈看有乖乖吃萝卜 汪仔把家里保卫萝卜给吃了 瞬间灵力大增 清雪来到了蒙主府门口 秦斩回到天龙 遇见脸部受伤戴面具的孩子 想起了汪仔被欺负 脏兮兮回家时 像妈妈哭泣时的情景 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 就安慰这个小朋友 英雄难免身体上都会有伤疤的 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才没有人会害怕你的伤 秦斩遇见孝天真 就和孝天真打了起来 这是什么打法 打麻将吗 孝天真吐舌头气秦斩 还嫌弃秦斩像龙一样吗 孝兮兮地躲开了 孝天真从身后偷袭秦斩 秦斩用打鼠的大锤子 一锤把孝天真打到天上 七头龙同时向孝天真袭去 秦斩喊清雪出来 孝天真说脏话 刚说出来就被雷劈了 脸被劈出一道印 开始认真了 秦斩不想跟孝天真浪费时间 刚喊清雪就被禁言了 说不出话来 怎么说也说不出来 清雪从屏幕中看秦斩说不出话 一阵冷笑 这是怎么回事呢 秦斩和孝天真对决时 进入了新的世界 孝天真不知所措 一不留神遭到汪仔袭击 汪仔与秦斩父子相见非常高兴 汪仔吃了萝卜之后 进入了保卫萝卜的世界 很多的大炮同时向孝天真打去 一会就把孝天真打倒了 秦斩与清雪玩连连看 赢一次就可以打对方一次 打死的人就真的死了 再也回不来了 就在秦斩无人可用准备认输时 消失多日的雨晨出现了 敢欺负我男人 给你来点厉害的 雨晨请了顶级黑客 要删除清雪全部记忆 AI比人类简单多了 没有什么魂压迫呀什么的 只要把清雪的记忆全部删除 那些晶体 应该是玩家在游戏世界中的人物代码 雨晨领先 你们再看看 所有的玩家都从游戏世界中出来了 清雪与雨晨继续对打 来自现实世界的黑客告诉雨晨 有些人的记忆加密怎么删除 雨晨要给每个人多加50万石镜山 清雪的记忆在一点点的消失 很快精神状态就不加了 清雪不想沾雨晨的光 把文件收回 很快雨晨就赢了胜利了 秦斩被传送了回来 清雪失去了状态 孝天真也回来了 清雪把属于孝天真的都还给她了 想起过去给孝天真东西孝天真不要 发誓永远是她的公主大人 永远守护在她的身边 除非她死 清雪吻别孝天真就消失了 留下一个红袖包 孝天真捡了起来 很伤心 汪仔恢复了现状 回来了 雨晨秦斩很高兴 乔帮主叮叮明月寒一也回来了 也不忘拍一次马屁 公主大人成功了 又一次拯救了世界 不是 这是怎么回事呢 身体开始若隐若现 汪仔也开始若隐若现 秦斩看着汪仔那样很着急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个世界是AI架构的 现在AI被我们删除了 这个世界也就意味着崩塌了 那我们就赶紧回去吧 孝天真还在失魂落魄地拿着红袖包 叫上孝天真一块回家 晴空万里的开封城墙外 叮叮明月寒一乔帮主还有汪仔 一块送别秦斩雨晨和孝天真 汪仔拜别秦斩雨晨 嘱咐他们别难过 汪仔已经长大了 能照顾好自己 雨晨舍不得汪仔 汪仔安慰雨晨不哭 叮叮汪仔他们目送着他们离开 秦斩回到现实世界 躺在床上接到雨晨的电话 很惊讶 原来穿越前秦斩给雨晨留过电话 急着让看VR眼镜 孝天真也回到了现实世界 醒了过来 摸摸脸上的伤疤 秦斩你不会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吧